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马上快过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香菇油菜 年夜饭的餐桌上 做的这样的菜非常的好 寓意有才 我们做这道香菇油菜 要想做的好看又好吃 我们挑选食材也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挑选这种稍微大颗一点的 而且均匀一点的油菜 这样切出来也比较好看 做出来成品也比较亮丽 首先,我们将买回来的油菜 给它对半切开 切成像这样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领盆 往里面加入一克小苏打 再往里面下入一小勺盐 然后往里面加入清水 用手给它搅匀化开 再把切好的小油菜 给它泡在水中 浸泡个2-3分钟 加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小苏打 可以泡去里面的虫卵和杂质 这时候我们来处理一下香菇 用剪刀 将它的根部给它剪掉 再锡面 放适擺 移立 洗干水分后,放在蛋板上,切成薄薄的厚片 用干香菇代替 装在盘中备用 切碎 切碎 尽量捏碎一点,装入小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白菜也泡好了,大家可以张到嘴巴看看,里面非常多的杂质和虫卵 然后将它捞出来,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白菜里面的卡卡洛洛,也要给它清洗干净,因为它非常容易长泥沙 洗干净之后,给它放到竹篮里面,控干水分 食材被炒之后,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锅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开大火,将它烧开 水烧开之后,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白糖 这样能很好的去除香菇的异味 然后下入香菇,给它焯水,按10秒 香菇炒好之后,用漏勺给它捞出来,控干水分,放入盘子里面 将锅烧烧热,下入少一点的食用油 然后把姜蒜给倒进来,开小火煸出香味 煸香之后,往里面倒入一小碗清水 接下来我们来调味 往里面,下入少许的蚝油 一丢丢老抽,给它上色 再来点生抽,给它提味 少量的盐和白糖 然后用铲子,给它搅拌均匀 使调料化开 接着把香菇给倒进来 用铲子,给它翻拌均匀 裹上薄薄的料汁 哇,好香啊 满屋子都是香菇的香味 给它翻滚个七七四十九秒 我们再对点薄芡 给它炒至浓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将它盛出来 放一旁备用 为什么酒店炒出来的青菜 会这么翠绿呢 因为它们里面 加了点盐和食用油 然后把青菜给放进来 青菜的根部一定要朝下 水开之后 给它焯水一分钟 烫的时候 用筷子给它摁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烫好之后 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沥干水分 然后摆入盘中 给它摆成像这样花的形状 炒好的香菇 给它盖在中间 非常漂亮的 发开富贵 就做好了 年夜饭的时候 来上这样一盘 清淡爽口 还简易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收藏 你要是学会了 家人夸你是大厨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菜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